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杜 现在正值寒冬,适合吃一些比较暖身的菜 今天我就分享一道吃完全身暖和的菜 毛雪旺 毛雪旺属于四川名菜 我们来看一下制作方法 我们先看一下毛雪旺用到的配料有哪些 豆瓣酱60克 火锅底料100克 干辣椒 干花椒 这边也是干辣椒干花椒 姜米 蒜米 鸭血 花椒肠 黄猴 毛肚 扇鱼 盆里面的配菜是芹菜,蒜苗,黄豆芽 我们先把芹菜改刀切成小段 蒜苗也是改刀切成小段 切好以后换一遍备用 火腿肠 火腿肠改刀切成片 切好后换入碗中 黄猴改刀切成小片 切好以后换入碗中 毛肚改刀切成小片 切好以后换入碗中 毛肚改刀切成小片 切好以后换入碗中 所有配料准备完毕 我们开始上锅操作 我们先把配菜焯一下水,齐锅,向锅内加入清水 放入少许的食用盐 给配菜增加一个底味 烧开以后倒入我们备好的配菜下锅 炒至配菜断生,用漏勺捞出,装入盆中 将锅内焯菜的水倒出 加入两勺清水 重新把锅刷干净 重新上火 锅内水气烧干以后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温微热倒入火锅底料下锅 倒入豆瓣酱下锅 进行欢炒 把火锅底料炒化,豆瓣酱炒香 炒香以后 下入我们备好的少分的干辣椒下锅 另外一份多的是后面炝油用的 倒入备好的蒜米姜米下锅 一起炒香 炒香以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的量要根据准备的食材的多少来决定 调入五克盐,十克鸡精,十克味精 倒入我们切好的鸭血下锅 倒入切好的火腿肠下锅 倒入切好的火腿肠下锅 大火煮开以后用勺子撇去浮沫 放入盆里 倒入切好的鲜鱼下锅 倒入黄猴下锅 倒入黄猴下锅 黄猴和鲜鱼先煮15秒 然后倒入锅 然后倒入锅 锅的煮至时间不宜太长 15秒就够了 煮开15秒后用六勺捞出 放入盆中 将锅内的汤汁倒入到盆中 最后一步我们要给毛血王呛油 重新起锅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将油温烧至六成热 将我们备好的花椒干辣椒放入勺中 将锅内的热油倒入到勺中 然后再迅速的倒入到盆中 撒上一点葱花或白芝麻即可 好了一盆麻辣鲜香 热气腾腾的毛血王就做好了 吃菜适合一家四口 或周末交上三到五个朋友 围着一盆毛血王 大口吃菜大口喝酒 岂不快摘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的视频